歡迎收看 鐵爛 大力的就捏住她的屁股 會不會太過 後來就漸漸的叫了 線車司機她前面過來 又十字架 又媽祖 那妳算比肉長還大出來 妳說這本車應該是不得到吧 演什麼角色 全部都談好了 結果她們就說 我們現在有一些狀況 先約可不可以延後 我們等了她三個月 三個月後那個戲上檔了 結果沒有妳 沒有我 而且妳們都像是增加我們的信心 然後保持愉快的心情 要做一個套子給她開起來 因為她隨時會把它吃掉 沒有這麼餓 沒有這麼餓 Let's go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家好 好了 我們年終要開運PayPal 公開 有人說啊 這個布袋戲裡面常在講 食也 命也 孕也 非我所不能也 每一個人都沒關係 不是因為妳能力所不及 但是偏偏命運它是可以改變的 不相信的話 妳聽幾個專門在講這些怪東西的人 李沛珍體 來… 歡迎李沛珍體 就是一命二孕三風水 是基因得五讀書 如果你不基因得又不讀書 那當然要看風水啊 讀書牌就這麼後面啊 這位辣媽…妳腿露成那麼開 我們怎麼有心 You are so open 因為新節目就是就這樣開運吧 一定要開很高 那個運才會開 對 雨昕的雨昕也很開 雨昕是一起主持是不是 是的 我們的新節目 對 你們兩個運動很好 打開畫面就是舒服的 好看 是 同時Eason也是跟你們一起的 說不到也是 Bisa專家 我們說你們兩位正式告別詹老師 恭喜… 恭喜… 是偏高興得太早沒有 我們還沒有甩掉他 我們很怕他回歸 他還在 他只是現在在美國 好好加油一下 加油… 那好的成績 跟Eason也是一起 Eason你這個門路是哪一方面 對 哪一個門派的 我研習命理大概20年時間 主秀就是八字 紫微風水 姓名 數字都有 那很多耶 詹老師會的他都會 那詹老師要詹老師幹嘛 對啊 詹老師就夠了 詹老師也年輕 又帥 帥很帥 畫面好看 講話又不會 對 又不會溜溜的 各位 今天他們幾位 我也算是 倒楣鬼代表 不要說倒楣運勢比較不那麼順暢 運勢比較不那麼順暢的倒楣鬼 倒楣鬼 好啦 所以你們就給他們做一些分析 才有沒有辦法改運 來 第一個 來 最好先來 來… 前一週至兩週之前 然後出了一個車禍 才剛發生的事喔 才剛發生 當下就是我是騎車在右邊 然後汽車在左邊 我們都是執行的 然後突然不知道哪來的想法 跟靈感 就突然打右轉燈 直接幫我撞過 對 都這樣 然後剛好旁邊右邊 是一個那個安全島 然後我等於被那個車 壓到安全島直接頭去撞到安全島 安全島那照理想很安全啊 對啊 安全島本身你安全 很怕撞上去的人不安全 直接頭幹上去 直接頭幹上去 最可怕的是喔 那個車子過來 把我撞到安全島之後 緊急煞車終於煞住了 然後他的輪胎剛好在我眼睛前面 對 他如果剛好沒有殺住的話 你差點在那邊 我直接就KO 就爆頭耶 好可怕喔 直接就見耶穌了 這個生死一瞬間 對 而且他一下車 他很緊張 他說 需要報警嗎 我說不然呢 對啊 你怎麼問我這個問題呢 看到是說抱歉 我先走了嗎 然後他說要 然後就衝過來把你報了 報警 報警 對不起 對不起… 而且那個小女生好像 剛拿到駕照不久 女生 小女生 這個會不會是一段車禍情緣 如果是語心撞到我 我吸給牠軟 我一定 如果語心撞到我說 沒事 妳車沒事吧 你還好吧 沒事 手手會不會痛 而且…最可怕是回到家裡 想說因為那時候警察問我說 叫救護車 我那時候想說我現在也沒帶錢 然後健保卡也沒帶什麼 沒有 我都算了 沒有…救護車 救護車緊急的時候好不好 不要濫用這種我們的社會資源 但是緊急的時候 你管它有沒有錢 救護車就是要救我們生命 後補就好了 對… 先上車後補票 對… 算是你對喔 算你對 你問我女兒 我是後來補的票 對… 而且最可怕是 我在家裡面就是休息的時候 常常會容易有點暈眩 然後還有就是躺在床上 或躺在沙發上 那個鼻子就有點濕濕 就有流血水 因為重點重點 然後後來我去有去照X光 醫生也滿在講幹話的 那醫生說我就醫這麼久 我沒有看過人家這個頭部 骨骼發育這麼好的 他說我的… 他說我的頭 骨骼發育的比一般 他說還耐壯 他說你這樣保險局的皮膚 比較不多耶 他說可能你們頭 他還幫你評估耐壯係數就對了 他說可能你們頭大的人撞到 你是Castify的手機殼就對了 是… 怎麼摔都不會破 他是看妳已經來這裡就診 還好 沒事 對… 像我有一次 就是跟我老公 我們都去那個北海道騎哈雷 我們就是環島 然後那一趟我就會覺得說 每天騎的時數很長 我覺得有點危險 而且天氣真的是有點冷 然後有一天經過那個隧道的時候 我就覺得怪怪 但因為山上風景很漂亮 我就開始開直播 都風切聲 其實他們也聽不到我在講什麼 對 我跟你講 就在那個快要看到隧道的盡頭的時候 就在那時候真的縮時遲那時快 突然一瞬間 坐坐整個就…這樣 他就開始這樣騎游 神龍甩尾騎法 好可怕喔 沒有炫技 他整個在撇爪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心想說 後面還有兩台哈雷 在兩台哈雷的後面 是一台大遊覽車 我們隧道裡面就是雙向道 一道往前 一道是這樣回來 對… 我如果過去 摔過去那一邊 那邊的車會撞到我 我在這邊摔車的話 後面兩台連環摔 避死無疑 真的避死無疑 我在想說我怎麼摔都不對啊 後來想想不能摔耶 你沒有時間想這個 有 我想要多摔 那程到底有多長 會不會讓你老公故意要把你甩掉 甩掉 後來我想不行 這真的摔不得 我小孩還小 後來我真的一緊急 我就是 因為我們戴安全帽講話 真的聽不到 我真的大力的就捏住他的屁股 很大力捏住 然後就說穩住 一直大叫 後來他就漸漸的這樣 回吻… 就是這樣發抖 我不騙你 後來每一趟我們去那個神社 我們都會求那個交通御守 然後求完交通御守 最重要的是你回去 真的是每天要跟他講 你接下來的行程 稍微報告一下 他就會祈求你的這個 交通平安安全 然後也要去投個錢 許個願這樣子 真的有用 在車子前面掛一個什麼符 什麼那種 大的重點就是提醒你 要注意安全 對不對 對… 這個因為我有看過建設司機 他前面掛又十字架 又媽祖 又彌勒佛 又土地公園 那一串比肉長還大串 對啊 好多串 我好像說這台車 應該是不能大吧 好不安全的一台車喔 還有就是在前… 對 前陣子疫情的時候 疫情 因為疫情的時候 我們…我在駐唱嘛 憲哥去過嘛 我們ET5也好 或是餐酒館也好 都是要疫情的時候 可能就是說第一個薪水會減半 或者是降為三分之一而已 然後或者是直接店家就說 休息三個月 五個月不等 等於是零收入 我那時候就是等補助也等不到 然後還好那時候就是 對我們教會的擺王姐就說 那也只好你家裡沒工作 要不要來我炸雞店打工 到了炸雞店打工的時候 當然因為有上新聞 就會有一些民眾會好奇 想要來觀看 OK 是否舒適這樣 不是真的要吃炸雞喔 他想要看曾志豪 終於正式的成為炸雞飯 沒有那麼單純 他想要看藝人如何坐雞 有一些來的當然是給予鼓勵 跟肯定跟溫馨啦 有一派的人是來就說 嚇壞 嚇壞 嚇壞下去了啦 走下坡 來看水 來看水 就說你看看鳥沒店這樣之類 然後來取笑我這樣 後來想說怎麼辦 然後我就禱告嘛 禱告… 然後結果後來真的出現了貴人 有一個阿姨他坐著建車來 然後來到我們差異店說 請問曾志豪在嗎 被貴人點名 我想應該是甄嬛傳裡面 最重要的角色了 阿姨點名喔 來…來…什麼事了 然後後來阿姨就說 我有一封信要交給你 有啊 現在還用寫信 好傳統啊 好浪漫喔 不然怎麼對妳講出事 心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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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妳一枚 心情情笑春天風月飛 一好閃到一張愛吃個汗氣飛 瞎飛給妳喔 對 他瞎飛給我 妳要讀耶 妳不讀就變成無理的情飛 給予我讚美 他說雖然我們信仰不同 但是我也幫妳念經這樣子 好 可愛… 後來走了之後同事就說 那邊有一個信封沒拿走 然後我去打開看 一拿開 他們一萬塊就炸去了 好可憐喔 阿姨沒說 好可憐喔 我們真的假的愛愛 你也可愛啦… 後來師兄我的粉酸 他跟我說 這是我們一點小小的心意 要幫妳度過妳這個月這樣 妳沒有問說阿姨 阿姨 沒有 阿姨年紀大了 應該不會來了 早就不來了…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妳的補助鏡 然後後來其實 其實還有一個演藝圈的大哥 他叫我把帳戶給他 他也會了一萬給我 好可憐喔 然後真的 妳現在是在片面的說 我沒有會一萬給我 真的 沒事啦 每天這樣做 去賣炸雞什麼都很好 你看那個…黃牛 黃少谷 少谷 開Uber 開Uber 對 進行車 整個節目裡面大大方方講出來 開Uber又不偷不講人家 對啊 我上去有大大方方上去啊 又不是去偷開人家的Uber 不會啦 不至於吧 對… 這個財運不真好 其實我從你命盤看到 你的這個福德宮裡面 有帶這個天月 這個有一個太陽 然後另外是天月 沒有寫上去 這個天月基本上它就是 所以說…你… 你遇到那個女人 然後我特別 特別講一下這個太陽星 太陽星其實就是要來照耀別人嘛 所以說其實應該是 多做一些行善積德的事情 可能比如說錢財不夠 但其實我們還是可以用身體力行 那叫做無畏不失 那無畏不失 我們基本上在做的就是說 我可以透由我的行動 可以帶給人歡樂 開心 支持別人有力量 其實就是藝人在做的事 我們藝能界的工作 就是帶給大家的歡樂 散播歡樂… 能奪壞呢 對不對 藝人能… 藝人開心 所以你要抓住那紅紅的太陽 你要抓住那紅紅的太陽 讓他只為你放光芒 對嘛 你就知道 這樣就能開運了 不要再搞那些 但如果真的有雪光之災 我覺得還滿推薦 就是可以就是去那個叫什麼 書寫 捐血 對 那是做一條 有… 有情說 多多做表演的工作 一路大眾 你慢慢就一切都… 現在已經過了好不好 智豪他這個 2022年 因為有這個陀螺 然後這邊又會天形 基本上這都是雪光的性 所以說可能在去年有這樣的狀況 你的八字是洗金 喜歡的洗金色的金 所以說你很適合像你戴這個耳環 這就是穿金戴銀的概念 以化煞物來說的話 就是說你可以去購買像是銅葫蘆 加上六地錢 因為銅葫蘆跟六地錢 基本上都有化煞收藏 然後又吃掉有沒有 然後又把它吃掉 家裡都螞蟻 像阿龐那麼胖 那就胖就胖 瘦大… 吃胖 可以了 來… 謝謝… 謝謝 今天… 再來是慧珍 今天來掛整個 怎麼了 沒有 我覺得就是去年覺得 自己工作一直不順 不順 那個不順是時間永遠搭不上 譬如說曾經有一次 就是我一個禮拜 我的工作都排滿了 可是就一定會有發生事情 讓我不能去工作 譬如說家裡可能有事情 然後我一定要回南部 小事不斷 對 小事不斷 然後比較嚴重的是 曾經就是有一部戲 然後跟我敲了時間 然後演什麼角色 全部都談好了 然後接下來步驟就是簽約 對不對 然後結果他們就說 我們現在有一些狀況 然後我們簽約可不可以延後 而且他跟我們預約了 三個月的時間 本來是塞滿很棒的 對 三個月 就是預計要拍三個月這樣 然後我們也留 可是中間我們就公司也一直催他 他們就說他們還有一些狀況 要協調 OK 然後一直也我們等了他三個月 化為烏有 不是化為烏有 三個月後 結果沒有妳 沒有我 等於是新郎結婚 新娘不是妳 喜帖也沒發 穿著新娘混帳 對 重點是連那個 宴席在哪裡我都不知道 好悲慘喔 對 公司也一直在催他們 可是他們就各種藉口 然後就說什麼 他們還在協調事情 場景有問題啊什麼這樣 對啊 早講就好了 對 妳直接講就好了 我們也不懂為什麼 然後我們傻傻的等了他三個月 就真的會有工作不順遂的感覺 對 不順遂 有一個愛情不順遂 傻傻的等他十幾年 對 不會這麼傻啦 他那個故事很誇張 他只要三天吃不到我就走了 你怎麼在一起拜吧 你那個只是樓下店沒開吧 所以妳的腹中不是胎兒 妳的腹中是妳的前男友 我的腹中是前…前男友 對… 偶爾把它撒心裡 還有就是想說那工作不順 那我們就做一些投資好了 可是妳知道我玩股票 真的不是因為股票跌我才賠錢 是 我只要買哪一支 哪一支 就是那一個公司就減支 就掛掉這樣 對 它就減支 對 你知道那個減支是 你不管花50塊 花100塊跟他買 他就是賠你10塊錢而已 對 對 他就是成本價賠給你 好帥喔 對 妳還拖垮人家的公司 真的 真的 我沒想到這麼嚴重 妳就想到整個公司那麼大 整個花都沒有 真的 我買了四 五家 他都有減支 拜託妳不要再買了 我看著那個上面我心也很痛 我這樣子賠了六位數耶 對啊 因為妳也賣不出去啊 所以像明達語講 人家在衰正補誰賣 真的 等一下 誰教妳呢 什麼 小時候聽過的兒歌 我有之前也類似這樣 不知道破財還是就是 錢真的留不在身邊 我之前就是跟朋友出去玩 然後因為我在台北 其實是沒有車的 然後大家一群人要去露營 我跟我爸爸借休旅車 這樣比較裝比較多東西 一上高速公路 我那儀表板那個亮燈的地方 就開始 然後我想說這什麼 好 旁邊的那個同行的 有人說這妳好像在漏油 漏油 機油 對 然後我想這嚴重 因為我要開圓的 就立刻下交流道 去那個維修廠 立刻看 因為我還是危險嘛 他說妳後面載這麼多東西 妳是要去露營 去圓的地方 我說對 他說那還是要不要幫妳 全部都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 不檢查還好 一檢查前全部噴光了 我都還沒有玩到 他就說妳除了這個油之外 妳的氣那個什麼胎壓也不穩定 然後煞車皮也來了 對 她是說煞車皮 她說煞車皮很嚴重 如果沒有煞車皮 妳就是會沒有辦法煞車 然後冷媒 油三水… 冷媒什麼的也不夠 就一檢查全部都 大概噴了兩三萬 難怪妳爸爸願意借妳車 對 他就是讓妳去修車 我搞不好 換換換的對不對 借去新的回來 如果是這樣子你知道嗎 我還曾經開了一台是新車 才簽一個多月而已耶 然後它也是一開 你知道它燈也是這樣蹦蹦蹦 然後好緊張 我想說怎麼回事 趕快開去那個修車廠 修車廠跟我說 一個月而已耶 辛苦的輪胎 超重的 我是這一個月怎麼會胎壓不足 只要是廖慧珍的車 一過來就說廖慧珍來了 胎壓不足… 車子可能整個傾斜啦 對… 沒有啦 歪一邊要進來 對 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就覺得我自己漏財 破財 然後因為我是小仙姑 遇到了大仙姑 然後她就是有教我 還有遇到那個老江湖 就是詹老師 老江湖 對 他就是有傳授一些就是 就是如果你在你的家裡的財位 擺一些招財物的話 其實對於財運 其實還滿有幫助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指南宮 求了金雞 求了金雞回來 然後擺在我家的財位 然後那個財位還要點燈 就24小時那燈要照著它 照亮它 然後那個桌子上 不能有任何一丁點的灰塵 對 然後我還擺了 一塵不染 我還擺了黃水晶 聚寶盆 招財樹還有我自己的存責 結論是 我真的就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存到了錢 然後很開心的在前陣子 好像買了個房子 恭喜… 太棒了 節目一個接一個 然後戲也一檔一檔的拍 活動代言節目 怎麼差那麼多 金雞啊 其實是非常適合雨昕 本身雨昕屬牛 你該不會說金豬適合我嗎 來 不要… 有的話 不要妄視匪伯啦 不要對號入錯好不好 對… 因為這個雨昕它屬牛嘛 牛雞它本身是三合的概念 所以它特別適合請金雞 對啊 像你的話就不是那麼適合請金雞 因為你是屬狗嘛 對不對 所以說金雞育犬是淚雙流 所以基本上不太建議 其實惠正的命盤就可以看到 財博公就是主要你的財運嘛 是 這邊可以看到是巨門跟火星 其實這兩個會代表說 你在做事情的時候 你想賺這個錢 就一定會遇到競爭對手 對 一定會 而且別人會比你更積極 天啊 一旦你只要鬆懈了 你沒有B方案的話 大概就是別人的了 OK… 好衰喔 所以說你基本上要能夠幫自己 做一些開運的營 有一個建議啦 因為你的八字是喜目跟火 火的部分呢 我推薦你一個叫做紅瑪瑙 它也代表包含說 可以增加我們的信心 然後保持愉快的心情 紅瑪瑙就可以買手鍊 可以配在身上 如果是家裡的話 你可以放像是炎燈類的東西 紅炎燈 黃炎燈 對 這個對你很有幫助 但要做一個套子把它蓋起來 沒有啦 太硬了啦 吃不了多餓 這樣子要買肉行食啊 肉行食 肉行食 這樣看起來吃得比較好吃啊 謝謝 阿龐 阿龐在這個藝能界裡面 真是碎爆了 什麼意思啊 救命喔 真的 救救我啦 來 對 我大概今年 從年初就開始一直破災 破到現在 這個疫情我想大家… 現在已經年底了 你怎麼還有錢吃得那麼胖 對… 那不一樣啊 糧食還是要囤一下 對 那我去年我本來有接一個舞台劇 但是因為去年疫情比較嚴重 就延到今年 在這個時候四月份 我租房子 在這個地方租了十多年 但是突然接到房東的電話 他們要賣房子叫我 那我想說那就搬吧 十幾年了 對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說 那個時候疫情很嚴重 那時候缺工 所以搬家的工 找搬家比平常又貴還要排時間 對… 然後又倉促 他希望我在一個月內搬 缺工又付了多一倍的錢 然後找房子趕快就搬家 因為我想說安頓好了之後 我就可以專心舞台劇 然後今年打算是一整年的巡迴 我們的時間也都給人家 結果後來我就去參加了一個活動 回來之後結果所有人都沒事 結果我得了COVID-19 確診 我就確診了 確診沒一次啊 確診 對 百頁圖存嘛 對 確診沒什麼 真的沒什麼 而且我想說剛好利用這個時間 在家裡 把劇本全部背著滾瓜爛熟 直接丟本 準備出關 接到電話 全部 因為你沒有辦法演就停了 這個也是那個 這個也是COVID-19的問題 因為沒有人能出門來看這個劇 對啊 所以他們演不下去 改線上的入點 對 所以這個我大概可以體會 但是我覺得這一整段 就是從四月到六 七月到年中的時候 因為我們時間已經給人家 對 我就會一直覺得說 完蛋 這段時間 就是覺得一直不順利在破綻 你真的心急如焚啊 對 這是阿龐現在的家 我以為這是他人生的格局 我以為這是三房一廳 看起來很公正耶 廁所開在的位置 剛好這個位置叫做破柴位 可是在廁所啊 對 如果說你的這個破柴位本身 又是比較誤會 沒有保持乾淨的話 或者是通風的狀況 沒有很良好的話 那也代表說 越破越大 對 越破越大 好行 很乾淨… 很乾淨 OK 另外就是說看你在家中 有沒有一些招財的一些物品 我有買那個五地錢 OK 然後人家說葫蘆好像不錯 我把葫蘆掛在我的雜物間跟洗衣房 葫蘆在這 雜物間洗衣房 在那個角落 左下 左下… 對… 為什麼要放洗衣房啊 對啊 OK 然後五地錢 面對家裡大門口的左手邊了解 好 其實這邊就可以看到 有一個關鍵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問題是在於財運嘛 對 每一個家都有自己的一個財位 像你家的財位 不曉得你是 原本以為是在哪邊 我以為是在右上角 右上角 這裡嗎 客廳的右上角 這個位置 他的財位好像是比較特別的 還有這種財位 常常變來變去 一直靠近他 他就會離開 我東西放客廳 他去房間 我去房間 他去廁所 好討厭喔 他在廁所 他在你到廁所的時候 財位會躺到你的床上 抓不到吧 淘氣的財位 怎麼會這樣啊 財位都固定嗎 真的假的 財不理你呢 大門的是什麼 大門的45度啊 45 左前方嘛 斜45度角 以這個就是阿龐家來看的話 剛好你家的財位 幫你看過方位之後 剛好你財位就在大門口的位置 大門口 大門口位置 然後你家有一個次財位 其實就是在你的沙發區域 這老是過門而不入耶 所以說這個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你在門口放了這個五地錢 一般來說五地錢 不曉得你有沒有去做一個挑選 比方說 它會是一個完整的一個順序 所以你在購買的時候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這部分 順序 其實就是說 當你買了這個東西之後 你有沒有去廟裡去過爐 跟做一個祈願的動作 我有在家裡放在陽台 太陽月亮曬15天 陽台 陽台 對 我就想說日月 你演舞台劇 你又不是演陽台劇 我想說這樣 自然開光吸取日月精華 有耶 我這邊就是也跟阿龐 還有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其實這個五地錢 你放在門口 其實這個屬金 基本上是有帶一些材氣 但是加分效果有限 我比較推薦是說 像你拿到這個東西之後 你應該去廟裡面 然後完整的去默唸出 你的深層八字 以及你的名字 然後包含你對這個物品 你本身所祈願的效果是什麼 然後以及你回家之後 你的地址在哪邊 你要掛在什麼位置 其實要報得這麼清楚 要講得很清楚就對了 是… 基本上這個位置 你如果真的要放的話 其實還可以加強一下 比方說你在門口進來的這個 把門打掉啦 這一些範圍內 那小偷就只來 路無人之境 掛兩串這樣 所以你掛在門口 會比較像是在擋煞 所以像剛剛 譬如說我們講到那個招財物品 像是你屬兔嘛 你會很適合像是放羊的物品 有一個東西叫做三羊開太 取諧音 三隻羊的一個擺件 這個就很不錯 所以羊可以放在它的偏財位嗎 偏財位或是財位 你可以找位置放是OK的 三隻羊 買三隻羊 對… 三羊開太嘛 希望你的事業能順遂啦 不然你放一台機車在那也可以 三隻羊 在家裡就站門了 我要怎麼把它騎到六樓去 我再聊 沒早點講 沒早點講啦 OK… 然後出門還要再扛回一樓 好啦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這樣你也會瘦 身體會健康 對 馬上變瘦了 變六八 你們也是倒楣鬼還要講這種瘋癢 對啊 對啊 大家都想吃的經驗嘛 來 又欣…該妳… 下一位 已經是那個媽媽了 因為我之前就是 有在投資那個房地產 然後就是 因為我算是小咖咖而已 所以我都是跟著一些投資客 然後一起去做投資 然後因為我跟這一位朋友呢 參與啦 對…參與趕一下 然後這一位杜信大哥 跟他合作以來 一直都還算順利 而且有獲利 在最近一陣子 他就是有跟我講說 他認識一個 開土地開發公司的一個廖先生 OK 對 然後他就說 我們來再合作這個項目 他們都是用借名登記的方式 我也覺得說這個很OK啊 對 他只是參股嘛 沒有出名字啦 而且…借名登記是借在我的名字下 所以我就會很有安全感 我覺得說反正任何的投資 有一點避稅啦 這是所有的那個物件 都是我的名字嘛 對 然後他們也不怕我跑 然後我也覺得說很安全 然後那一天呢 我記得就是說到這個 廖老大的這個公司的時候 他就找了銀行的一個專員 然後到公司 然後就是要幫我做開戶 我就覺得說好像VIP的感覺 因為一般我們開戶 我們會去零貴嘛 那時候開戶完之後 專員走掉 這個廖先生他就跟我提議說 你乾脆就是先拿60萬 存到你的戶頭裡面 你反正是我就想說 左手換到右手而已 都是我的戶名 這也沒有差 所以我就照做了 結果後來突然有一天 我就接到銀行打電話給我 那一位小姐就打電話給我說 她就說 陳小姐 你的帳戶最近這幾天都有連續 每次都有3萬 3萬 3萬一直領 領了已經好幾天了 然後因為我們覺得異常 所以先幫你把帳戶先凍結 就那時候我就很緊張 我就趕快去銀行 然後調那個監視器的畫面 一看之後我發現 竟然是那位廖先生 好 然後我就趕快跟那個杜老爺講說 你介紹的朋友 怎麼會給我盜領我的錢 然後我們就趕快把他約出來 後來還知道說原來是他其他的 那個物件投資資歷 拿這個挖東牆來補信 對 然後這個錢還是你戶頭的錢 對 沒錯 因為那個時候 為什麼他會領得到我的錢 是因為那時候開戶的時候 要寄那個金融卡 還有密碼的變更單字 反正所有東西都在他手上 全部 因為那時候 我常常在外面拍戲 然後我就是 有時候開會會在他們公司 太相信人了啦 我就乾脆請他寄到公司 我就直接拿會比較方便 所以他才有機可趁 妳這個故事講完 從此以後 大家都知道妳很好騙耶 怎麼可能 對 怎麼可能 而且他也不是妳的朋友 是別人的朋友耶 太好騙了吧 我跟你講千萬不能這樣啦 對啦 然後後來那時候就是 我就把他約出來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樣子必須要幫我寫一個 你的犯罪自白 我就讓他書寫一下 他自己的整個犯罪過程 我告訴他說 這個錢不是我借你的喔 不是我心甘情願的 你這樣子是犯了刑事的侵佔 侵佔 我那時候當下很想要告他 所以妳沒有報警 但是後來我就轉念一想說 算了 能夠在外面賺錢 然後慢慢的還我 然後並且簽下本票 然後後來那時候我就是 他每個月也都不正常的還款 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怎麼打電話 奪命連環Call也找不到人 這時候我就趕快去問那個 那個杜先生 就沒有想到 他在回電話給我的時候 他就說 他的家人幫他接電話的 他在前幾天在他們家 突然間猝死在浴缸裡面 浴缸 人掛了再就爛了 這些是已經掛掉的人 活著的現在還有一些 也有在欠我款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聽朋友就是講 怎麼老是給人家欠 補陽座超人已經被欠款 我也一堆款沒收回來 你們是不是真的太衝動 太相信了 太相信了 妳們這很好借耶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有看一些那個香港電影 然後就是說 是把人民寫在 人肉叉燒包 寫在那個紙上 然後就是把它給踩在腳底下 踩在腳底下 每天啊 每天就踩他 搭一個小人頭 對… 找那天橋下的阿姨 我就用這種方式 然後就是說 期待這些還活著的人 你們趕快 亂是用這種鞭襲 不要再縱容了嘛 呼吸足以養健 對不對 這種笨蛋齊好 我後來耶 那Eason老師你救他一下 開運一下 讓他有點智慧好不好 他這應該是碰到小人吧 給他一點方向 對啊 好誇張喔 又欣這個名字改多久了 這個名字是今年六月的時候改 因為我除了那個才小人之外 我想到的就是說 我或許可以新年新氣象 新名字也新氣象一下 之前的名字用多久了 之前的藝名呢 我大概用了也快十年喔 林軒嘛 對不對 對…田藝名 我們先從這個名字來看 其實整體筆劃來說是OK的 沒有問題 但是有問題的是這個鈴這個字 這個鈴 因為這個鈴這個字以生肖來說 你是屬豬嘛 人基本上碰到豬 大概都做什麼動作 夾起來就要吃了 所以說豬碰到人 基本上是犧牲奉獻的概念 天啊 所以你很願意為人家去承擔這種 別人不要做的事 這個基本上是犧牲奉獻 所以這個字基本上 在你的名字裡面 比較沒有那麼建議 像你換成這個字之後 就加分很多了 因為豬基本上他是喜歡休息的 比較懶惰的 有地方可以休息 所以你說像這個 有一個寶蓋頭 這個就是說我有家 我可以休息放鬆 是很好的 所以這個也是要恭喜你 不過說以五行來說的話 像你這邊這是帶筋啊 帶筋的話 因為你是洗土火 所以以筋來說也是 還有進步的空間啦 所以說最後給你一個 開運商的建議 你剛剛說寫名字 踩地板這個動作 我覺得這比較偏向於 心理的作用啦 發洩穴 對… 我們就說要 要圓小人來招貴人 所以我們每逢過年過節的時候 你只要有去宮廟拜拜 有一個金子你可以買 它叫做 專門來接貴人的 不論你是做生意 還是你是這個從商的 其實都非常適合 我們就是為自己來 帶動所謂貴人的運勢 也可以遠離這些是非啦 還是損友這種狀況 有啦 現在有稍微釋懷了 要懂得放下 你這個原因 雖然我是基督徒 但我也懂一點這個佛學的東西 你這個叫做貪稱痴念 三種 貪稱痴都長在你身上 長在我身上 對 你貪念嘛 所以投資這個 然後你要投資你就自己弄就好了 跟他合作 甘願做 歡喜做 甘願懷 甘願瘦 歡喜做 甘願懷 不是 歡喜做 甘願懷 懷什麼懷孕 懷孕 沒事… 好 妳沒事了 來… 這個傻妹又一枚 2022最衰的 真的就莫過於你知道 畢竟維持了五年的感情 對啊 怎麼就放水流 沒關係… 沒事啦 真的 對 但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覺得 因為真的 畢竟在一起這麼久了 所以後面覺得說 我們會分手的原因 其實我覺得這真的 該說是你知道 遇人不親嗎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的 一般是說遇人不親 遇人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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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一段過程 我發現上這個節目 上次來那個情侶 來那個情侶 都會出事對不對 都好像出了一點事 來這邊的都會分手 對 對啦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狀況 就是在我們決定就是一起 就是合資買個房子之後 對 因為本來是打算要結婚的嘛 結果最後是沒有共識 對 因為本來一開始的狀況就是 就是各自租房子租得很好嘛 對啊 然後我們一起租房子的狀況之下 就是一起負擔我們的房租 負擔變小 感覺也不錯 對 然後後面因為養了狗 養了狗狗想說 讓狗狗可以自在奔跑 住在人家家總是怕 就是傷害到人家的家具 就想說OK 好 那就決定 那就為了這隻狗 也為了我們的未來 就買了那個房子 對 一開始的說法就是 因為房子畢竟是掛我的名字嘛 當然就請他就是 可能付一點點的頭期 當然付比較多的還是我 OK 對 然後就是 我們那時候也已經討論好了 之後我們的房貸的問題 就是我們一人一半的一個狀態 讓他也都OK囉 因為就是一個 你知道結婚的一個狀態嘛 很好啊 對 結果後面的狀態 死了未期 完了 因為呢 情侶扯到錢 沒錯 真的會死耶 為了錢完全掛掉 直接BBQ 對 因為後面那個時候 其實我覺得為了錢 一點點的小事情 我覺得沒關係 因為後面的狀態就是 其實從我們買房子 然後到後面 就是到我們一起住 已經兩年了嘛 因為中間就有遇到疫情的 什麼狀況 然後因為他的工作的狀況 就是可能他的 就是收入都是韓幣 然後剛剛好台幣又大聲 就變成說因為他畢竟 因為我可能付房租 或付房貸的話 我們都是台幣嘛 然後他就講說 可是因為現在要是要換 換錢的話就是不划算你知道嗎 他說這樣子會虧 這樣哪有差多少啦 但他就覺得差很 他上海 這是聰明人嘛 對 所以也因為他的這個說法 所以老實說 我就OK 好 那就慢慢… 你可以換的時候再換過來嘛 然後其實因為後面中間 他有要投資他的工作的事情 所以他需要台幣 所以基本上我也把他 給他 對 就等於說我把他一開始 你真是人才兩師 就一開始 不會讓他去換美金嗎 換成美金再拿回來用 因為台幣 台幣就大跌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時候基本上 買了房子的半年之內 我就把他所有 放到我房子裡的錢 基本上就全部還給他 而且還多再給了他一點點 然後到後面 到後面就是發現 怎麼在一起兩年了怎麼 就是我覺得說你可不可以 就是可能幫我負擔一點點的 一個狀態 因為這兩年來 等於他完全沒有 都沒有付出 沒有付出 付出一點點 然後外加老實說 這房子基本上也都是我獨資 而且 人才兩師啦 這個沒有才慘耶 對啊 我至少還沒怎麼樣 真的滿慘的… 真的嗎 沒有那麼難聽啦 但他又開心到啊 你這樣 他沒開心啊 不是啦 沒有那麼難聽 但我只是單純的覺得就是 這樣講也不對 使用者付費也不對 就是我們兩個都住在這個家裡面嘛 就多多少少 你可能也要付一點給我 要齊心齊力共同付出 對 所以我就這樣跟他講了 依照能力啦 對 但我男朋友的想法就 他就忽然覺得說 你不是我女朋友嗎 我住在你家裡 為什麼你要付我收錢 鐵這麼輕 對啊 不是你們一起買的嗎 這個真的是 直接泡菜整張拿來打臉 我覺得好奇怪喔 就是我問男生 就是我問男生說 我可以問你嗎 要是說你女朋友住你家 你會跟他收錢嗎 男生都說不會 對啊 所以他們覺得我要跟我男朋友 就是說請他付單一點房貸 他們也覺得我很奇怪 不是啊 重點是你們是一起合購這個房子 對 你們是買房子 但是重點就是 因為合購了 中間我又把錢就是都 他要投資都給了他 所以變成我完全投獨資的狀態下 他就覺得說 人意不交財 這個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也不懂耶 情感面 一旦牽扯到金錢完蛋了 所有全世界的婚姻都一樣 婚姻到最後只剩下兩個字 請問兩位哪兩個字 情與意嗎 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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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兩個字 數字 哪有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遲早會面對 要走到這個 要面對 不是 沒有啦 不要這樣啦 最好不要啦 我們這邊是衰人 對… 不要主動 意語成縣 舒服定很大筆 對 意語成縣 先不要氣 好啦 大筆就算了 不只兩個字 語心有沒有道理 情侶之間你講錢的話 就出事了 真的 對 要不然男生就闊氣一點 是 我覺得這跟性別無關 但是我倒是覺得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鑽開也好 至少這兩年你就看清楚這個人 他不適合跟你背資啊 想法不一樣 我覺得好像就是兩個人在一起 必須那個想法要什麼 要有共識啊 要有 對 所以你們最後是因為這個 才有爭執的嗎 就是因為他就一直覺得 為什麼我要賺他的錢嘛 因為他覺得我房子賣掉了 我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損失 因為我的房子會漲價嘛 他就覺得說 我現在只是在存錢的狀態下 那錢是不會不見的 因為那就是我自己的 他真的是臉皮很夠 他的邏輯我也覺得 我覺得這個不是什麼男女啊 什麼的 這也不是情侶關係 我覺得這就是兩個人 然後有人不尊重別人 但是因為他要跟我講說 我去韓國的話 他也不會跟我收錢 你去韓國又不是常住 對啊 金千冠 金千冠 他滿多的 中期這個一點就是說 他們就是要一個好的姻緣 對 女孩子就是要姻緣嘛 來…女孩子 願意跟他交往嗎 對 我覺得這樣比較快耶 這樣比較快 問題都解決了 真的 單身嗎 他還抿舌頭耶 而且他現在有個新的節目 可以… 還是你不喜歡這一種的 我們這邊也可以選啊 對 好 謝謝 來 怎麼樣 我們從那個喬欣的這個 紫薇斗書命盤可以看到 OK 第一個呢 其實喬欣跟這段姻緣 應該還沒結束喔 因為你明年你本身 連真心他帶桃花 同時你還有一個心叫做天遙心 所以你明年的 OK啦 所以你要認識 可以了啦 所以你要認識新的對象有機會 然後或者是 這個連真他代表 對 就是他可能是感情上 有些糾結 糾纏 對 所以應該是還會再回來找你啦 有沒有 他…他已經說他要 回來找你了 不行… 回來找你 你願意嗎 他其實他是覺得 後面想想可能想復合 我就跟他說說你要來台灣 你就當作來玩 不要覺得說是可以 是要跟我復合的 就是你就是 懂嗎 你要來我不會 我也不能 你可以來觀光 對 你就當作你是來觀光 你又不是海關你當然 對啊 對啊 對啊來這邊投資 那也是他家的事 所以我得先跟他說清楚 說你不要覺得說你來了 我會跟你復合 我覺得這個 對… 我有跟他這樣講 後面可能 我滿都有這樣一講 情感面 永遠都是一道甜品 你自己心裡面最有數 像是傾向於他 還是傾向於你 一定有一個人 愛另外一個人比較多 對 像我一生都被愛得比較多 好羨慕喔 就差我 永遠是朋友 對啊 為什麼真的有在炫耀的感覺 是啊 這沒錯 因為我愛你啊 全國關係都愛你 我怎麼了 對不對 我們對女生 我們慷慨 我們願意 人家也就會真心愛你 等到萬一是在遠近的時候 沒有願由 對不對 他那些欠你這樣子 怎麼可能 到台北你跟我講一聲 對啊 幹嘛 請他吃韓國料理 請他吃飯聊聊天嗎 他知道什麼叫做BBQ了 好可怕 所以我跟他復合我們就超蠢的 到最後 沒有啊 因為你現在已經公告周知 對啊 現在其實不管新聞 節目大家都知道 對 你要復合我們也只能唱一首 溫蘭的傻瓜送給你 看南方有沒有因此成長 就是這樣子吧 所以還是有想要給他機會 好啦 還是要復合 那還是… 那還是向前看吧 如果說明年想要碰到新的的話 對 我覺得建議你跟觀眾朋友都可以 明年的流年的這個風水上來說 家裡的西南方跟這個正北方 基本上是桃花味跟喜慶味 它代表的是關於人緣 人際關係 以及桃花的部分的加分 所以簡單來說 你可以在這些方位放上鮮花 其實就會很加分 另外針對你個人的部分的話 你明年剛好在這個倩宜的概念 所以說你也很適合 給你的方位建議 往北走 因為你如果也比較喜歡說 有異國戀的概念的話 第一個往北走 那不就又是韓國喔 可以往他的北韓 北韓去啊 這次不一樣 這次是北韓 對… 你破將 對… 搞不好俄羅斯的 好厲害喔 玄冰就在那裡等你耶 OK…謝謝老師 對 機會在右手 命運在左手 努力在雙手 好不好 我們經過我們的努力 我們壞運也會變好運 是 現在整個疫情過去了 我稱之為後疫情時代 後疫情時代需要的是什麼 找尋新的一個方向 對 人類的一個消費習慣跟生命觀 整個做了巨大的改變 這個時候我們如果能夠有創意 C 有沒有 C是什麼 Creative 有創意的話 什麼 所以今天看士族啦 不好 你怎麼看差不多 一種水仔那個看士族 Creative 一定要有創意 我們就能夠做出來很多有意義的東西 OK 好不好 再次你們那個 就這樣開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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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到時候一定給我們看一下 對新的還有配成他們的新的 命理方面的節目 想看的可以給你們支持一下 是的 好 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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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了 訂閱之後呢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像今天這樣 出現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